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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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看这里这么多东西 有时间收拾啦 看这些 又残又够 看这么大一块 就没人用的啦 不要再埋怨啦 快点收拾东西啦 哇 为什么有个小朋友换他在这里的 难道是阿拉丁神灯? 是呀不可以的 如果是阿拉丁神灯的话我捉一下他 然后等灯神出来实验他的愿望 哇 灯神啊 主人 我可以为你 实验三个愿望 请立刻画出来的愿望 真的吗 那你可不可以把图书工的书送给我看啊 最多我看完就好像其他人那样推荐给其他愿望啊 好主人 你的愿望成真啦 各位同学 早晨 我是5A班蔡宇浩 我是5A班路景彤 今天我们推荐的书是 《富爸爸 穷爸爸》 这本书的作者是 罗伯特 清奇 他在美国夏威夷出身 是第四代日役美国人 《富爸爸》系列书籍的主要作者 已提倡理财 智商的教育著名 而里面的内容呢 讲述了作者的清新经历 清奇有两位爸爸 《穷爸爸》是他的清新父亲 有着高学力的教学官员 《富爸爸》是他好友的父亲 高中母毕业 但善于投资理财的企业家 清奇遵从《穷爸爸设计的路》 上大学复兵役参加越战 但有一天 一生勤劳的穷爸爸濕了意 而父爸爸成为了夏威夷的有钱人 于是他追寻父爸爸的脚步 踏入了商界 最后登上了自负快车 看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是 世上绝对多数人中心奋斗 但是无得自负 他们只是知道为了钱而拼命的工作 从来都不学习如何养钱为自己的工作 清奇遵从经历告诉我们 《穷爸爸》和《富爸爸》 截止不同的金钱观和财富观 《穷人为钱工作》 富人养钱为自己的工作 我们的分享完毕 多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B.C.R.进 今次我想跟大家讲的书 是有关UFO的机密档案解码 这本书是什么呢? 其实是关于19世纪 在英国和美国目击到UFO的事件 接下来可能会有些相片给你们看 例如UFO的尺寸 在哪个地方见到 甚深或苦 是手绘图都有的 其实呢 还有 还有很多 有关UFO的事件 或者是秘密 例如Foo Fighter 以战的时候 有不解之迷 甚至是其他 所以这本书就会有 讲解不同个案的不同事件 这次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次呢 有什么推荐呢? 可以跟我说的 拜拜 拜拜 各位大家好 我是Five多班的麦准成 我是Five多班的谭兄 今天我们想介绍一本好书 名叫卓游課 原来我换的不止是卓游是人生 作者是许永哲和欧阳立宗 首先我要介绍第一位作者是 許永哲 他出生于台湾主要的主作包括 小说课之王 折磨道者的秘密 故事课一 三分钟说十八万个故事 打造影响力 曾经获过台湾大大小小的文学奖 而我介绍第二位作者是安洋立宗 他是一位高中的中文老师 他都有许多项身份 例如演说专家 节目主场等等 他曾经受到台湾各地 接受演讲 分享他对卓游的心得 首先这本书 告诉我 他听不同类型的卓游和他的玩法 之后 卓游除了给我们入换之外 亦都可以吸引人制之间的互动 例如朋友之间的互动 最后 卓游亦都可以给我们 在游换过程中 发掘自己的人生智慧之外 亦都可以发掘他的核心价值 看完这本书之后 我愿意分享和推荐这本书给其他人看 因为这本书 除了给我们认识不同种类的卓游和它的核心价值之外 亦都可以知道每种卓游背后的人生价值 例如你自己的创造能力和创意 我们的分享到此结束 多谢各位 登神 登神 我很喜欢画美术 但好像没有美术天分 请赐到艺术天分 喂 为什么登神没有反应 难道坏了吗 当然没有反应 登神我召唤出来的 就是要听我的愿望 登神 登神 我也想要艺术天分 麻烦你赐给我 我会将全校的逼部做好它的 校长 老师 各国同学 早晨 我们是公民教育组大使 我是科D班的梁佩斯 我是3多班的康家宝 佩斯 你记不记得我们在9月时候 举办了一个逼部设计活动 当然记得 当时中一至中六 各班以凤凌精神作为主题进行逼部设计 每次我经过不同班房的时候 都会被精美的逼部设计吸引着 中一系会设计 自读首规 中二 乐于学习 中三 中四 关内有礼 中五 热心服务 和中六 凤凌精神 这些制作认真精美的逼部 时刻提醒同学对凤凌精神的实践 事不宜迟 我们一起欣赏各班的逼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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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人, 你的願望成真了 主人, 請說出你最後一個願望 這樣啊? 我要成為一個能聞能無的人 請賜一個很強壯的身體 讓我可以運動的時候優勝個人 還有我要獲得這個體積能獎勵計劃的獎 主人, 你的願望成真了 大家好, 我是花飛班的譚麗娜 我是花飛班的葉俊賢 喂, 麗娜, 你知不知道體育科今年開始了個新計劃? 當然知道, 體積能獎勵計劃嘛 那這個計劃要做些什麼? 其實這個計劃就是 啟用科為了同學多點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培養合適自己的運動習慣 去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所以每年都會進行兩次的體能測試 哦, 這個我知道啊 簡單來說, 體積能就是身體去適應外交環境 和日常活動的能力 有良好的體積能 除了可以令人勝任到日常工作之外 還可以令人有餘力去享受休閒 譜譜身體可以應付突如其來的環境變化和生活壓力 體積能還可以分成健康體積能 和經濟運動體積能兩類 還有, 體育科為了令同學更順利執行計劃 所以希望同學為自己 在上學期定立一個可達到的目標 展現體育精神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啦 去完成這個體積能, 選擇的運動是無需強烈的 中等強度就OK的啦 中等強度就是 流少少汗 心跳和呼吸都稍為加快 還有, 身體的熱量會因應活動的強烈程度 時間的長短和個人因素而消耗的 但是我有個問題 積極做運動是否真的會帶來好處的? 當然會啦 恆常的體育運動還可以帶來好處 你們有沒有見過以下這些做運動帶來的好處呢? 體育科老師會在體育堂的時候 每人派發一本校內體積能紀錄冊給同學 在11月、3月和5月 同學都要在紀錄冊裡面紀錄自己當月的運動紀錄 就像圖中一樣 例如在11月1號上面 我寫了苦虎20單車和苦虎20肌力 就代表你在那天踩了20分鐘單車和肌力訓練了20分鐘 而世衛建議5至17歲的兒童及青少年 每天應該累積最少60分鐘中等至劇烈強度的體能活動 所以同學你們應該每天都要抽些時間拿來做運動啦 而這個體育能計劃都會向達到目標的同學派發獎章 獎章會分為金、銀、琴、三個章 金章的目標是三個月合共運動紀錄超過5400分鐘 即是平均每天要做60分鐘的運動 而銀章就要三個月合共運動紀錄超過3600分鐘 平均每天要做40分鐘的運動 接下來我們會介紹一下三大運動類型 首先是心肺耐力、鍛鍊的運動 例如游泳、行山、打籃球、踩單車、緩步跑、行樓梯、跳健體舞等 這些運動都可以出進血液循環、增強心肺功能、消耗熱量、有助保持健康體重 減低幻想慢性疾病和部分癌症的風險和可以舒緩壓力加 同學要記得選擇合適自己能力和興趣的活動 每次都可以選擇合適自己能力和活動 每星期進行最少5次每次為30至60分鐘中等強度的鍛鍊 初學者可分段進行最少進行10分鐘的訓練 然後按個人的能力逐漸增強強度和時間 而第二樣是肌肉鍛鍊運動 例如器材健體、舉牙靈等 這類型的活動可以保持身體的姿勢正確 改善體型、減少肌肉關節的慢性痛症 增加身體的自我保護能力、增強運動能力和減低受傷的風險 同學要注意鍛鍊應該要純粹漸進量力而為 還有速度要適中 用力的時候要呼氣 而放鬆的時候要吸氣 每個星期年主要針對主要的肌群做2至3次 而強度是低至中強度 每次要做2至4組 一組等於重複的動作10至15次 組和組之間要有充分的休息 還有初期要以鍛鍊耐力為目標 然後就可以鍛鍊力量了 第三樣是伸展運動 伸展運動可以伸展身體不同的部位 活動關節、舒展筋骨 作為運動前的熱身和運動後的舒緩練習 可以幫助肌肉放鬆、改善關節活動、鬆弛神經 增強活動能力和運動表現 減低運動受傷的風險 同學要注意的是 避免進行抽動或行動的動作 每星期要有不少於2至3天的鍛鍊 初學者可以以靜態伸展為主 每套動作做2至4次 每次伸展時間為10至30秒 伸展中的肌肉應保持放鬆 而伸展的部位會有輕微拉緊的感覺 當然,做每一項運動前 都要做好充足的熱身運動 熱身運動可以分為兩大類比 第一類是柔和動力性運動 第二類是肌肉伸展活動 熱身運動主要在主學運動前做 大約做10分鐘 做熱身運動可以令到我們的身跳加速 體溫微升、增強肌肉的血液循環和供應 還可以令我們的身體提高警覺性 提升反應的速度 和令關節更靈活、減低受傷的機會 更加可以令到我們做主學運動時的表現更加出色 但要注意的是做熱身運動時要保持呼吸自然 所以大家要記得做運動前 要做好熱身的活動 要量力而為 哈哈哈哈 我現在是個完美的人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做甚麼 要做甚麼 可以做好 可以做好 會燙嗎? 要做好 很棒 可以做來吧 要做好 小星期間 我是Kruithi 從三行 我是Sarita 我的名字是ClassFreebie 今天我們是採訪的語言 在Basketball中 我們在Basketball中 每個球隊都有五個球員 他們要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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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零태 他們要射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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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可以射擊 他們會射擊 他們要射擊 那麽 他們會射擊 他們要射擊 他會射擊 兩位球員 誰在前恐怖 你會射擊 駕 prophyl 是 打開 a dunk shoot the ball into the hoop of their opponents jump ball refery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Bye bye